美國代替協會 主席 美國代替協會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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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興 能夠再度跟 美國代替協會 理事主席 博瑞光先生見面 今年的三月下旬 我們過境 關島的時候 有機會跟 博瑞光主席見面 對於雙方關係交換意見 我們感到非常的愉快 那麼這次 再度見面 是這個 我們知道 美方跟 中國大陸在最近 又有一些戰略 跟經濟的對話 因此我們也很希望了解 相關的情形 那麼 當然我也要藉這個機會 向美方 表達 從我上任到現在兩年 過境美國已經有十次 其中八次呢 就是 佛主席親自到場來歡迎我 並且提供多方的協助 讓我們的 過境非常的順利 那麼 從我們上任以來 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一直在穩定的 向前邁進 雙方的互信呢 都早已經恢復 那麼 我們最近這一年多 一直在跟中國大陸 進行相關的協商 尤其是在 去年 十二月 第四次江城會談之後 我們的重點 就是擺在 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 這個議題上 我們也希望能夠在 這個月內呢 就能夠簽署 簽署完了之後 經過行政院的 通過呢 就會送到立法院去審議 所以我們會 那麼在 送到立法院之前呢 這個內容 也就會全部啊 公開 讓社會各界 能夠了解這個內容 那麼我們最主要 是涵蓋三個部分 一個是 關稅的減免 一個是 有關 投資的保障 再來是 智慧財產權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的保護 那麼 關於 投資保障的部分呢 這次只有題目 沒有內容 是留待 下一次的協商 但是前面兩項 包括關稅的減免 跟這個智慧財產權 IPR的保護呢 都有具體的這個協議 那麼另外我們 也要感謝美方 跟過去一樣呢 協助我們參加世界衛生組 組織 在上個月日內網 所召開的世界衛生大會 我們衛生署 楊哲良署長 跟美國的衛生部長 曬白領 Cellulius 舉行了雙邊的會談 我們一方面 轉達謝意呢 也感謝啊 美方支持我們 在其他參與 國際組織方面的這個努力 包括聯合國 氣候變遷 跟港外公約 跟世界衛生組織 那麼當然我們 跟美方 在這個貿易投資架構協定 TIFA方面呢 我們也還在繼續的 進行相關的準備 同時我們也還是要強調 我們在購買這個F16CD這個議題上呢 我們還是希望美方能夠加以考慮 能夠同意 因為我們的目的 是希望能夠淘汰老舊的一些戰鬥機 幫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的能力 同樣我們也在關心雙方這個 有關引渡的協定 最近我們跟去年我們跟大陸簽訂了 司法付出協定之後呢 運作的情況也越來越好 已經有好幾批 逃亡到大陸的嫌犯呢 能夠遣送回台 最後就是有關我們這個免簽證的計劃 我們也在努力 也希望美方在這方面呢 也繼續能夠協助我們 剛好在這個4月30號 都有機會接受美國有線電視網CNN的訪問 特別提到了我們跟美國的關係 我特別表示過去呢 台灣的問題對於美國來說 也是一個安全上的問題 但在過去的兩年當中 在這一方面呢 美方所受到的困擾 應該是60年來最少的一次 也就是說 情況是60年來最好的 我也告訴這個CNN的主播 Cristiana的Emport 我告訴他 我們還是會繼續跟美方採購武器 同時也會努力降低台海的緊張的關係 但是我們不會要求美國人來為台灣作戰 那麼我這一番談話呢 引起了很多的討論 CNN還把這個當作是標題 它的標題是 台灣 won't ask US to fight China 這個台灣不會要求美國來跟中國大陸作戰 那麼我的用意是非常的清楚 我要表達台灣自我防衛的決心 同時呢 也能夠讓這個外界了解 我說的話呢 是符合台灣關係法相關的要求 也要向全世界表達我們的自信 我們有能力也有意願 不但自我防衛也能夠降低台海的緊張關係 使得這個地區不會出現戰爭 當然我們也很想聽聽我主席對於這些問題的看法 最後還是熱烈的歡迎 我主席到中華民國台灣來 跟我們就雙方的關係來交換意見 歡迎您